大家好,欢迎观看《读书片刻》。 接亲前两小时,男朋友张远给我打电话。 宝,我跟你商量一件事好不好? 我们结婚时的十八万八彩礼可以先不给你吗? 我知道两家都说好了,但是我大伯的儿子突然要买房, 借钱付首付,借十八万,三年后还二十一万。 我算过了,现在利率低,存银行都没那么多呢。 我当时火就上来了。 那什么时候,还了什么时候,再结婚好了? 张远放软了声音,一口一个宝,不是不给, 是晚点给宝宝,也算是拉我亲戚一把。 到最后,他还假惺惺来了句。 到时候,你嫁进来,咱们都是一家人, 别为了这点小事寒了心, 也能给他们留个好印象不是。 我更生气了。 你亲戚又不是不知道我们要结婚, 现在来借钱是什么意思? 男朋友还在狡辩。 我堂弟相亲,现在男孩子结婚都要求有车有房, 都是一家人,你帮一下怎么了? 再说了,又不是不给你,你怎么那么小气? 我们结婚一切照旧,趁着我妈还年轻, 孩子生下来就有人带,多好啊。 再说了,我妈对你不好吗? 你哪次来我家,我妈舍得让你干活? 他笑嘻嘻哄哄我,咱俩现在都快三十了, 总不能让孩子出生就当黑户吧。 我一口气憋在胸口, 闭了闭眼,压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为什么偏偏要这个时候借钱出去? 你让我怎么跟我爸妈说? 他们本来就不是很满意你, 你父母都没有正式工作, 以后要靠你养老, 家里还有个初中就辍学没工作的弟弟。 我好不容易说服了他们, 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男朋友还在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 难道我们之间的感情还比不上这十八万八? 我大伯是我的至亲, 从小也特别疼我, 不是实在被逼到没办法, 也不会对我们开这个口。 你也别让我难做, 我们都是一家人, 现在我堂弟相亲没房, 你作为嫂子关键时刻帮一把怎么了? 到时候我们全家都会感谢你的。 我听得遍体声寒, 气得连手指都在发抖。 之前在知乎上看到很多婆婆 想办法让儿媳妇怀孕不给彩礼的回答, 我还以为是编的故事, 没想到竟然真被我撞上了。 在我准备破口大骂的时候, 张远家那边有人突然在叫他, 他匆匆忙忙对我说了句, 宝宝我家里人喊我, 等你好消息哦。 可是电话没挂断, 应该是他那个手机又出问题了, 总是挂电话有延迟。 我听见他妈在那边轻蔑地说了一句, 都是怀孩子的破鞋了, 也不撒泡尿罩罩, 除了咱家还有谁要他? 还十八万八, 我呸, 这就是他说的对我好的他妈, 这就是他说的我们是一家人, 感情从头到尾都是我和他们一家人, 仿佛被一盆凉水从头浇到脚, 我突然清醒了, 这不是他家第一次试探我, 他妈从订婚开始, 就因为彩礼的事做了好几次妖了, 一会儿是隔壁的大妮儿, 结婚彩礼只要三万, 我这边十八万是要了他们劳两口的命, 一会儿是家里没钱付首付, 得我加出婚房, 他们劳两口没有工作, 以后养老是得靠儿子的, 为了让他们住得放心, 还得加上他儿子的名, 一会儿是他家给了彩礼, 就没钱出酒席, 得我家来, 还有他们老张家就出了这么个金歌的, 到时候老家得有二三十号乡里乡亲来参加婚礼, 我家得负责包吃包住, 还得客客气气把人送走, 我从小家里条件好, 真没太把钱当回事, 加上那时候大概真是脑子进了水, 这些我非但都忍了, 还帮着张远去求我爹妈, 发誓这辈子就喜欢他, 就嫁给他一个人, 不然我就一辈子不结婚了, 我爸妈只能妥协, 刚好这时我怀孕了, 他家突然松口, 也不作妖了, 彩礼也肯给了, 我爸妈还松了口气, 觉得人家是在意我, 张远还搂着我给我灌迷魂汤, 我家人真的很喜欢你, 你看, 他们跟我们一样期待宝宝的降生, 以后我都不敢想, 我们会是多幸福的一家人, 我以为我俩是友情饮水宝, 结果人家全家把我当脑残恋爱脑, 一次次的让步, 换来的只有这群吸血鬼的得寸进尺, 算盘珠子都崩到我脸上了, 我电话开的是免提, 闺蜜本来正在帮我铺床, 在一旁听得脸都绿了, 要不是我按着她的手, 她当场就要跳起来对着电话那头破口大骂, 什么傻逼呀, 这不就是仗着你怀孕了想反悔吗? 就在这时, 手机震了一下, 是张远发来的微信, 宝宝, 你想好了吗? 怎么不回我了? 那就说好了, 一会儿我来接亲的时候就这么办, 你先跟咱爸妈说一声啊, 还附带一个无嘴笑的表情, 我气炸了, 也顾不得我爸妈和亲戚还在隔壁, 直接拨了个电话过去, 张远, 你他妈脑子进水了吧, 带着你的十八万八, 给你自己买棺材吧, 滚, 这婚我不结了, 这会儿都快到出门的点了, 我爸妈听到动静, 赶紧从隔壁冲了过来, 怎么了怎么了, 是小张家要到了吗? 快快快赶紧拦门都准备, 我深吸一口气, 爸妈, 你们停一下, 这婚不结了, 静静, 你不要闹脾气, 电话那边突然传来他妈尖利的声音, 小苏啊, 你看你现在也怀孕了, 咱们一家人也不说两家话, 你也知道我家条件不好, 要那么高的彩礼简直是要了我们劳两口的命啊, 你是读过书的人, 肯定能体谅农村人的不容易, 张远是结婚了, 可他弟还没着落呢, 这钱就先借给他堂弟付首付, 过几年啊, 还是你的, 我强行压下火气, 反问了一句, 如果我说不呢, 那也成啊, 我家是不着急, 就是我家小远心善, 要不在我们农村啊, 你这种女人娶进门都是要贴大笔嫁妆才让进门的, 不吉利, 我第一时间就点了公放和录音, 现在所有人都听着他妈在那边得意洋洋的大放厥词, 我觉得自己前所未有的冷静, 哦, 那你们都别来了, 还有, 你们和张远现在住的房子是我名下的, 今天中午之前, 带着你家那群不要脸打秋风的亲戚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 挂了电话, 周围满脸喜悦的亲戚朋友也都僵住了, 我气得肚子一阵阵脚痛, 满头都是冷汗, 我妈一看到我的样子, 心疼得眼泪都要下来了, 静静, 你怎么样了? 她爸, 她爸快打120, 我爸这会儿已经去厨房摸菜刀了, 他眼睛都气红了, 我要砍死这群王八蛋, 我肚子疼缓了不少, 赶紧是一闺蜜把我爸拉住, 她打小就疼我, 看不得我受一点气, 我妈边摸着我的头边, 心疼得掉眼泪, 气得嘴唇都在哆嗦, 她家怎么这么欺负人呢? 我们家都那么让步了, 她家, 人怎么可以坏到这个地步? 我妈是医生, 一辈子都受人尊敬, 说话做事和风细雨, 到这个地步, 她都没能骂出一句脏话, 我爸黑着脸问我, 苏静, 你想好, 这婚到底还结不结? 我摇摇头, 到这个地步, 结婚也没意思了, 她家就是看着我怀孕了, 以为拿捏住我了, 这次退让了, 以后糟心事还不知有多少, 我深吸一口气, 把泪水憋了回去, 刚准备给酒店那边打电话, 取消婚礼, 结果没想到, 就在这时, 张远竟然还好意思舔着个逼脸, 过来接亲了, 她在我家门外放鞭炮, 还乒乒乓乓地敲门, 老婆, 别生气了, 彩礼给你救世了, 我带着十八万八来接你了, 她动静太大, 全小区的狗都跟着一起叫了起来, 哪怕我家之前都跟邻居打好招呼, 送了礼盒说, 结婚可能打扰到人家, 他们也被这个动静惊到了, 我都要气笑了, 这个小区停的车就没有低于五十万的, 谁在乎她这十八万八, 她在羞辱谁呀, 我拉开门, 张远还好意思死皮赖脸贴过来, 老婆不就是十八万八吗, 她手里举着银行卡, 半天舍不得给我, 满脸都是肉疼, 别生气了, 我这不是给你带来了吗? 她便伸手想摸我的肚子, 便旁敲侧击地问我, 我听人家说, 你们这边的彩礼都是女方带回小家的呀, 那行, 到时候咱爸妈也有面子, 你带回去借给大伯, 两全其美, 最后才假惺惺喊了冲着我的肚子一句, 宝宝, 想不想爸爸? 我看着她那张脸就恶心, 这婚不结了, 孩子也跟你没关系了, 以前我最喜欢张远的水墨脾气, 现在看起来简直恶心油腻地, 让人头皮发麻, 她伸手来搂我, 哎呀, 我知道你在说气话, 都当妈的人了, 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 跟老公, 啪的一声, 我重重给了她一耳光, 滚, 张远脸红脖子粗, 她身后那群所谓的亲戚, 也一片哗然, 各种各样的粗俗的骂人方言和俚语, 从他们嘴里接连喷出来, 简直听了都脏耳朵, 我家这边的亲朋都猛了, 他们这辈子都没遇到过这种情形, 一时间都有些反应不过来, 我简直无地自容, 我为了感情退步, 可对方一再蹬鼻子上脸, 甚至全家都拿我当笑话, 我全心全意地付出在对方看来, 都是可以随意践踏的下贱, 我把他们当家人, 他们把我当傻逼, 这个婚, 不结也罢, 我爸最后看了我一眼, 我知道他想确定我, 是不是真的想好了, 我冲他最后点了点头, 我爸冲我竖了个大拇指, 好闺女, 我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我爸为人谨慎仔细, 这辈子都没丢过这么大的脸, 都是因为我, 不好意思, 今天婚礼取消了, 给酒店打电话的时候, 工作人员也很为难, 苏小姐, 都这个点了, 您就算取消, 我们这边钱也没法退了, 实在退不了就算了, 麻烦你们了, 酒店的钱是我加出的, 我的三金也是自己买的, 等于从头到尾, 都是我在花钱自己取自己, 因为张远在全职备考, 说他暂时没有钱, 他话倒是说得很好听, 宝宝, 真的很对不起, 我现在暂时没钱, 等我以后买个大钻戒不及你, 可他家有钱借给堂弟付首付, 算了, 都闹成这样, 我也不在乎那几万块钱了, 只希望这个荒唐的闹剧快点结束, 准备挂电话前, 工作人员小声跟我说, 苏小姐, 我多一句嘴, 您婚宴进场那里, 已经有人在收礼金了, 男宾还是女宾, 没分, 他们说不分男女宾, 都记在一个本子上, 他们还有专人拦在门口吆喝, 要客人上礼了, 才能进去呢, 我当时就觉得脑子嗡嗡的, 我家负责收礼金的人, 这会儿还在我家客厅坐着呢, 麻烦您帮我去把那台子撤了, 还有, 今天的菜一个都别上, 在你们那开房的客人, 过了十二点房费, 我就不管了, 我先说一句, 超时的钱, 我是不会给的, 那边顿时肃然, 好的苏小姐, 一定完成任务苏小姐, 一天的兵荒马乱之后, 婚礼终于取消了, 我不记得自己打了多少个电话, 赔了多少个不是, 到晚上的时候, 我只觉得心力交瘁, 家里的客人都被送走了, 我爸端着碗自己下的面, 我妈去给我炒了几个我喜欢吃的菜, 两个人一起站在房间门口, 小心翼翼地喊我, 宝宝,来吃点东西好不好, 我挖的一声哭出来, 都是我不好, 害你们丢了那么大的人, 我妈搂着我, 一下一下轻轻拍, 像我小时候那样哄我, 没事, 我们静静是个有福气的, 幸亏在结婚前, 就看清这家人的嘴脸, 真结婚了才麻烦, 她在我的额头上, 轻轻亲了一下, 小声对我说, 外公外婆在天上保佑静静呢, 我的眼泪一下就绷不住了, 可是我没想到, 当天下午, 张远他妈竟然就带着那二十来号人, 乌泱泱地上门来了, 苏静, 开门, 你给我出来, 你什么意思啊, 说不结婚就不结婚, 你当我们老张家是什么, 还让人把我们赶出来, 有你这么给人当媳妇的吗, 你家还读书人呢, 就这素质, 我可得告你们领导去, 让他把你开除, 我家昨天忙得兵荒马乱, 压根忘了跟物业说别放陌生人进来, 现在被人堵在门口叫骂, 我还在打电话摇物业来把人弄出去, 我爸已经暴怒着去开门了, 我一眼瞧见家里的黑贝德木也摇着尾巴跟了上去, 顿时放下心来, 门一开, 张远他妈还想唾沫横飞地骂人, 我家招财一个箭步冲上去, 叫得比他还响, 他顿时像一只被捏住了脖子的鸡, 被强行削了阴, 张远本来想伸手来拉我, 现在也不敢动了, 只能在原地无能狂怒, 招财, 走开, 招财看看, 他又看看我, 最后挡在了我前面, 从嗓子里发出了威胁的咆哮, 苏靖,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竟然是这么视力眼的一个人, 他白靖的脸胀得通红, 看起来像是一个紫胀胀的洋葱, 不过就是跟你商量彩礼, 你就闹成这样, 连婚都不结了, 还赶我家人走, 我真是看错你了, 我都要被他气笑了, 我视力眼, 全款房车我家买的, 你爸妈带你弟, 现在住的都是我的房子, 我家就提了句十八万八, 跟要了你们全家的命一样, 你家这空手套白狼的算盘, 打得可真响, 怎么, 觉得我怀孕了, 就非得嫁给你不可了, 他家从头到尾都没觉得自己有错, 这是上门来兴师问罪了, 狗走了, 张远他妈觉得他又行了, 扯着嗓子又开始尖叫着作妖了, 他边拍大腿边尖叫着嚷嚷, 你们快来看了, 城里人欺负我们农村人了, 国家都说要取消天价彩礼了, 他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呢, 他故意敞着门, 生怕左邻右舍听不见, 张远他弟还在此时理直气壮地插了一嘴, 就是, 那房子让我家住进去了, 那就是我家的, 我还没让你家给我买房呢, 反正觉, 他话没说完, 被张远伸出手捂住了, 张衡, 他弟翻了个白眼, 用力咬了他哥一口, 张远痛得脸都扭曲了, 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爸妈, 我爸脸色难看得像结了冰, 我妈整个人都傻了, 他以前老听我爸说, 农村人朴实, 家里有弟弟会照顾人, 所以想想, 只要张远对我好, 条件差点也就算了, 没想到竟然是这样的农村人, 话敢话说到这, 还有啥不明白的, 怕是人家从一开始, 就是打着吃绝户的主意, 打进门开始, 就没准备出去了, 物业赶到之后, 看着面前, 这堆滚刀肉也不敢下手, 为首的保安队长的胳膊, 还在某位乡里乡亲的嘴里咬着呢, 哎, 放开, 你给我放开, 场面一片混乱, 我深吸一口气, 直接掏出手机报警了, 为110嘛, 风景玉亭这边, 有人擅闯民宅, 麻烦您快来一下, 听见我报警, 张远脸色顿时变了, 他之前一直站在一边看热闹, 这会儿倒是知道去搀扶, 还在地上哭嚎打滚的他妈了, 你都怀了我的孩子, 还想嫁给谁, 不会是外面有人了吧, 在一起四年, 他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 污蔑我的人格, 这婚反正我也不打算结了, 我把手里东西朝地上一摔, 招财历时功倍准备, 张远顿时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 大家都来停亭礼, 我和张远结婚, 你家一毛不出, 我家出的全款房车, 连带着你们全家都住在我家的房子里, 我家只要了十八万八的彩礼, 马上就要接亲上车了, 你家说彩礼不给了, 怎么, 以为你家有皇位要继承, 我非你家不可吗, 以为出根东西就不得了了, 那入坠啊, 要什么脸呢, 他妈顿时不干了, 不要听他狡辩, 说不结婚就不结婚, 肯定是嫌我家条件差, 外头有相好的了, 大家可要给我家做主啊, 这是找了双破鞋啊, 我爸忍无可忍, 冲上去就要给他妈一脚, 被我妈和我死死抱住, 别打别打, 动手了就都是咱们的错了, 我深吸一口气, 爸, 这是是我招来的, 我肯定处理好, 您和我妈先进去, 拦住暴怒的爸妈, 我定定地看着张远, 你公事期还没过吧, 一句话就成功地 让张远变了脸色, 不结就不结, 苏静,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女人, 给我等着, 他妈还想闹, 张远考工还在公事期, 根本不敢冒这个风险, 强行把他妈拖走了, 走的时候, 那死老太婆还在扯着嗓子喊, 姓苏的, 你家生个丫头, 以后连祖坟都进不去, 摔盆送中还得指望我儿子, 我忍无可忍, 正准备动手, 不知楼上谁家扔下来几个臭鸡蛋, 正砸在老太婆和张远脸上身上, 臭不可闻, 指望你妈, 老太婆顿时炸了, 是谁, 哪个王八蛋给老娘站出来, 可四周高楼的窗户都关得紧紧的, 压根看不出来是何方意识出手相助, 她又去找物业闹, 调监控, 给我调监控, 多好笑啊, 我们这些业主, 有时候都要不到物业的监控呢, 她一个不知哪儿冒出来的老太太, 倒是涌上了, 当然不可能有人理她, 其实这一切并非无迹可循, 我和张远是大学同学, 我是传说中的江浙户独生女, 爸妈做生意, 家里资产怎么也有个尾巴, 家里房产都有好几套, 从小没喂钱发过愁, 张远是传说中的凤凰男, 爸妈没工作, 还身体不好, 弟弟读到初中就不肯读了, 嚷嚷着要去打电竞, 实际上天天在家, 躺着刷短视频啃老, 同学都觉得他配不上我, 可他成绩很好, 每年包揽特等奖学金, 他连自己的学费都要打工攒, 省出一点就要寄回家, 剩下的再从自己少的可怜的饭钱里 挤出一点给我买早餐, 无论风霜雨雪, 每天一睁眼, 我都能看见自己想吃的东西, 都是些包子煎饼馄饨之类的小东西, 移送就是四年, 后来他因为营养不良, 晕倒了好几次, 我心疼他, 悄悄用自己的生活费补贴他, 最后连他的助学贷款都是我还的, 张远握着我的手, 眼圈都红了, 宝宝, 我发誓一辈子都对你好, 出于某些众所周知的原因, 这几年无论找工作, 考研还是考工都是难上加难, 张远的工作是我家给找的, 婚房是我家买的, 就连婚车, 我爸妈觉得我冒冒失失的, 还特意给我买了辆房状满分的沃尔沃, 我那时候为了照顾他, 买婚房的时候还特意选在了离他上班地方开车二十分钟的位置, 上班没多久, 张远就来跟我说, 宝宝, 单位里所有人开的都是好车, 我骑着电动车, 感觉头都抬不起来, 我想想也是, 就把车给他开了, 结果到头来, 变成了我自己骑着小电驴每天颠簸一个小时去上班, 而他每天开着我那辆沃尔沃招摇过时, 后来他在单位越来越受重视, 连带着脾气也水涨船高, 有一次下雨天, 雨实在太大, 我想拜托他把我送到地铁站, 谁知道他竟然在路上骂了我一路, 说我不知道好好计划, 害他迟到被领导骂, 甚至连我上地铁了都不解气, 还连打了两个电话来追着骂, 我闺蜜十分诧异, 你不接他电话是犯了天条吗? 可他不知道, 如果我不接的话, 他就会不间断地给我打电话, 打到我接为止, 现在回想起来, 这根本就是破骂, 可我那时候, 猪油蒙了心, 他回来对我说一句, 宝宝, 我只是着急, 都是为你好, 我竟然就信了, 简直傻逼, 那时候脑子里长满了野菜, 觉得嫁人没必要看出身, 只要他对我好就行了, 如果他样样都不如我, 肯定会因为感激一辈子对我好, 事实证明, 心疼男人活该倒霉一辈子, 第二天我就预约了流产手术, 我妈陪我去的, 在手机上挂号的时候, 我手都在抖, 肚子里的宝宝好像也知道我不想要他了, 从昨晚起就一直在动, 我眼泪都要下来了, 我曾经是那么期待宝宝的到来, 我早早给他他起好了小名, 买了好多好多的小衣服, 计划要给他上什么早教课, 他他会长成什么样的小宝贝, 会不会嘟着嘴甜甜地喊我妈妈, 我梦想过无数次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幸福日子, 可是现在却是我亲手要送他走, 宝贝,不是妈妈不想要你, 可是现在还不是你来的时候, 直到躺上手术台的时候, 我终于忍不住痛哭失声, 冰冷的液体一滴一滴流入血管, 等我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我很清晰地知道宝宝已经离开我了, 我拉黑了张远的一切联系方式, 退出了他们那个所谓的幸福一家人大群, 说实话, 那一刻我感受到的除了解脱, 还有无尽的茫然, 这么多年的付出,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本来之前休了婚假, 索性连着年假一起休完, 在家养了一段时间, 最开始的那一周, 我没日没夜地昏睡, 爸妈每天陪着我, 想方设法哄我开心, 可是我还是打不起精神来, 直到一个深夜, 妈妈悄悄把一个红布包塞到了我的枕头下, 又亲亲我的额头, 我听见她小声对我说, 乖宝, 一切都会好的, 后来我才知道, 我妈背着我去寺庙给宝宝点了长生灯, 我妈是西医, 生平从来不信这些神神叨叨的东西, 连经过中医院门口都要绕着走, 觉得是对自己职业的背叛, 可她为了我, 竟然会去做这种事, 房子收回来的顺利程度超乎我的想象, 本来我以为按照张远爹妈还有弟弟那副尿性, 必然会在我家的房子里撒泼打滚, 恨不得从生到死都绑定在里头, 可是我没想到, 她家竟然当真老老实实到点就搬了, 连她那个肥头大耳的弟弟, 都只是在门口狗叫了几声, 后来我才知道, 张远皮相不错, 考工成功上岸之后迅速入了他们领导的亲眼, 听说这会儿正跟领导的女儿打得火热, 倒是很符合我对她的认知, 只是我现在已经无心也无力再跟这个人纠缠了, 不管她以后跟谁在一起, 我只想把我的房和车拿回来, 我爸妈的心血怎么能给一个人渣糟蹋了, 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的时候, 我发现自己出门开始被人指指点点, 更过分的是, 我的手机开始接到骚扰电话, 接通了就骂我拜金女拿着彩礼给全家买棺材18万八, 我正疑惑不解, 就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我就吵了, 张远全家是傻逼吧, 她在电话那头破口大骂, 那天的视频被他们剪辑后放到网上去了, 张远那个傻逼妈还在网上开直播装可怜, 一口一个他们农村人真的攒不出来那么多钱, 那天实在是没有办法, 你不拿钱不同意结婚, 他们全家到处给人借钱都要跪下了, 好不容易凑够钱, 结果你家坐地起家, 我惊呆了, 卧槽, 她全家怎么还没被雷劈死啊? 我说怎么有人给我打电话骂我, 原来都是这家傻逼在捣鬼, 闺蜜是律师, 在那边气得耳朵都要冒烟了, 你别管了, 我去找同事起诉, 把这家傻逼全告了, 别急, 我阻止了她, 你先把视频发我看看, 闺蜜那边顿时哑了火, 你别看了吧, 我来处理就行, 也别让叔叔阿姨知道了, 我知道她是好意, 但是我是当事人, 这种事情肯定还是由我处理更合适, 我俩僵持了半天, 闺蜜最后还是叹了口气依了我, 那你别生气啊, 有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我顺着闺蜜给的视频链接点过去, 一打开就看见张远他妈跪在我家撒泼的画面, 当然, 这会儿声音已经被剪辑过了, 乍一看, 就是一个勤劳简朴的农村家庭, 攒了一辈子的钱, 结果遭遇拜金女的故事, 他们还特意选在老家开的直播, 那个两百斤的弟弟都没敢出镜, 大概是怕被拆穿, 我这才想起来, 那天张远那个肥头大耳的弟弟一直躲在人群后面, 悄悄举着手机, 感情是在这儿等着我呢, 评论区还有热心人只录一个小号, 说点进去有惊喜, 我点进去一看, 当场就骂娘了, 我所有的真实个人信息竟然被开合了, 那个小号就是一串数字, IP显示在国外, 说自己是什么为民除害的社工, 生平最看不惯那些见钱眼开的下贱女人, 警号有常开合, 警号, 警号这种贱人, 我贱一个开一个警号, 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这他妈都犯法了, 我深吸一口气, 给朋友打电话, 帮我查个人, 有个傻逼社工报了我全部的个人信息, 你能不能看看他在不在国内, 我准备报警, 朋友那边答应得很爽快, 我去找人, 你先注意保护好自己, 这些人学了点鸡毛蒜皮的技术, 就以为自己成神了, 靠这个赚钱的都是傻逼, 就在这时, 物业给我打电话过来, 声音里全是慌乱, 苏小姐, 实在不好意思, 麻烦您快点过来处理一下, 小区门口堆满了给您的花圈, 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现在这些所谓的热心网友不知哪来的正义感, 听风就是雨, 竟然真有不少人按照开河信息给我寄花圈, 这种东西当然不会被物业放进来, 但是他们竟然还组织了人到小区门口拉横幅, 更过分的是, 我一拉开门, 铺天盖地的红色让我整个人都傻了, 我家门口被人泼满了红油漆, 扔了臭鸡蛋和人体排泄物, 写满了肮脏的侮辱性的话, 智能门禁的监控调出来, 竟然是两个猥琐的年轻男人, 他们怕被人认出来, 还戴了口罩和帽子, 哦,原来他们也知道这种事情是不要脸的呀, 我还以为他们都没脸没皮呢, 我深吸一口气, 把视频导出来保存, 保留证据, 然后去小区门口, 小区门口围了不少人看热闹了, 还有外卖员源源不断地送来新的花圈, 当中还有人举着手机在大声嚷嚷着直播, 老铁们, 这就是那个拜金女住的小区, 看看这环境, 她一个年轻女的怎么可能自己买得起, 肯定是陪人睡才住进来的, 这小区有孩子的人不少, 生了女儿的更不少, 她的话顿时惹来了旁边人的白眼, 什么素质啊, 你没本事自己赚不到钱就造谣别人, 有没有家教啊, 但是网上更多的人站在她那一边, 下面的回复一下就突破了999家, 无数条阴暗的区在狂欢, 一个年轻女人, 怎么可能凭借自己住这么好的房子呢, 肯定是陪人睡换来的, 她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无能, 把自己生活的不如意都一吟成别人靠睡上位, 最后躺在出租屋满是油渍和卫生纸的床上, 居高临下地发一句, 肯定是陪睡, 下见, 现在的女人都拜金, 好像这样就能遮盖自己的无能似的, 我爸妈这会儿在外面遛狗, 我赶紧给他俩打电话, 张家人在网上闹事, 你俩先别回来, 去姑姑家待着, 我给你们报个旅行团, 我爸妈当时就着急了, 那怎么能行? 我们现在就回来, 怎么能让你一个人处理? 我好说歹说, 才把他俩劝住。 我跟闺蜜说好了, 准备请律师起诉, 我们这边还要收集证据, 你们这时候过来, 反而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没事的, 我可以处理好, 爸妈辛苦了一辈子, 怎么还能让他们为我的破事操心? 朋友的反馈消息很快就来了, 那的确是个社工, 会一丁点网络技术, 失业在家, 就靠着在网上给人开合道号, 赚点赃钱。 朋友带我去他的出租屋的时候, 他还在键盘上 梯里啪啦大杀四方, 嘴臭得隔了十里地都能闻到, 那压根就不是人住的地方。 床单发黄发黑, 上面睡出了一个肥胖的人油黄印, 也不知道多久没洗过了。 地板上积了一层厚厚的黑泥, 桌子上放了不知吃了多久没收的泡面盒子和可乐罐, 里面塞满了泡发的烟头, 地上全是用过的卫生纸。 我当场就有了, 那男的满脸都是灌浓的痘, 身高最高一百六十, 体重少说也有二百斤, 像个油光满面的癞蛤蟆。 最开始他还挺牛逼的, 在听说我们报警了之后, 他顿时就怂了。 大哥? 大哥, 我是收钱办事啊。 我不是把IP都挂到国外去了吗? 你们怎么找到我的? 国外IP不负法律责任的呀。 有点法律常识, 但不多。 听说可能要坐牢, 那蛤蟆几乎都要吓尿了。 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 他几乎要给我们跪下了, 完全看不出来之前在网上指点江山。 我是你爹女的都拜金 让那些女的读那么多书干什么, 就该关在家里生孩子的恶臭嘴脸。 是一个女的花钱让我开你的盒, 再在那个视频下面挂出来, 你们要找也要找他去啊。 我和朋友对视一眼, 谁让你开我盒的? 那男的搓了搓手, 像只恶心的苍蝇。 我告诉你们了, 你们可以不告我吗? 随着他的动作, 他脸上的一个青春痘笼包被挤爆。 浓血流了一脸, 更恶心了。 我差点又吐了。 你说吧。 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癞蛤蟆赶紧举报。 他给了我两千块, 让我把你的信息查出来, 开个小号放到网上。 为了撇清关系, 他给了我们那个女的的联系方式。 可是打过去之后, 那边已经变成了空号。 会是谁, 对我有那么大的恨意呢? 因为我一直没有回应。 张家人一直在网上吸血, 逐渐也开始有网友对他们的话产生质疑。 假的吧, 光凭一方的话说出来, 谁信啊? 女房家, 那个小区很贵的, 不至于为了十八万八这么做吧。 占这个说法的人越来越多, 张家人眼看热度下降, 竟然不要脸地闹到我公司去了。 这天我正在上班, 张远他妈带着一群人, 乌泱泱地杀来我公司。 在我公司门口, 就挖得一声跪倒在地上, 嚎啕大哭起来。 小苏啊, 我家是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啊, 你要逼死我和你叔叔吗? 他边哭边嚎, 几个保安都拉不起来。 现在的女孩子怎么这么势力啊? 谈了那么久, 就因为我家没钱, 他就不肯嫁了呀。 我可怜的儿子那么喜欢他, 都抑郁要自杀了。 我看到他身后的人群里, 有人悄悄举着手机, 他们肯定在直播。 我给闺蜜发了个微信, 让他把我准备好的东西拿过来, 然后我当着所有人大声质问张远他妈。 是我不肯嫁吗? 你家在离婚宴开始两小时前通知我彩礼没了, 要借给你大舅的儿子买房相亲, 还要转一套房子给你小儿子结婚, 不然就不来接亲。 这话是你家说的吗? 张远他妈还挺有理, 谁家亲戚没个为难的时候, 伸手帮一把怎么了? 你早不借晚不借, 为什么要卡在我们结婚这天来借? 再说了, 他那个堂弟甚至都没开始相亲, 偏偏在这个时候买房。 我家这边的人还没去, 你家那边在婚宴现场, 就把两边客人的礼金追着要完了。 你来得刚好, 把我家客人的礼金都退回来。 张远他妈见识不妙, 又要往地上坐。 老天爷, 你们看看哪, 哪里有这么对婆婆的儿媳妇? 口口声声都要钱, 她是要逼死我老太婆呀。 反正这婚都退了, 我也不准备灌着这个老前婆了。 照着她那张皱巴巴的老脸, 我抬手就给了她重重一耳光。 平常我对张远他妈都是客客气气的, 哪怕上门退婚我家都没动粗, 这是我第一次给她一耳光。 老太婆都惊呆了。 我对着周围所有人大声说, 我家出了全款房车, 他们全家还住在我家的另一套房子里。 整个结婚, 他家就答应出十八万八的彩礼, 接金钱反悔不肯给。 还要我把房子转一套给他弟弟才肯上门。 后来我想开了说不结婚了, 张远带着卡来了, 跟我说彩礼给我也可以, 但是要全款带回小家。 说这是当地的习俗。 我们当地习俗还有男方出房车, 女方才把彩礼带回去, 怎么到了你家就是选择性眼下遵守习俗了。 双标不是这么双标的。 旁边听着的路人大妈忍不住说了一句, 没听说过嫁汉还要管婆嫁一大家子的, 敢请你家娶媳妇是空手套白狼啊。 你儿子下面那根是香钻了吗? 老太婆脸上当场就挂不住了。 关你屁事啊! 她都怀孕了, 除了我家哪里还有人要她, 就是个破鞋。 狂的她, 还往地上重重脆了一口。 我冷笑一声, 她为了让我怀孕不掏财力, 偷偷在安全套上扎洞。 老前婆的脸色当场就变了。 你, 你怎么知道? 其实我只是在炸她。 我和张远在一起的时候, 安全措施每次都做得很好。 但她妈总是特别热衷于上门给我们打扫卫生。 自从她妈开始上门之后没多久, 我就怀孕了。 想到她竟然在避孕套上一个一个用针扎孔, 我就觉得恶心。 发现周围的人都露出了嫌恶的神色, 她一拍大腿, 当场就变成一个滚刀肉。 我也是没有办法呀。 现在的彩礼那么贵, 都要把人逼死了。 我还有一个儿子, 我不能把全部的钱都给大儿子吧。 那小儿子怎么办呢? 这年头穷人就活该娶不起媳妇吗? 国家都说了不准天价彩礼了。 我要报警。 报警把你们都抓起来。 我冷冷地看着他。 穷不是原罪, 但是贪婪和恶毒事。 你家在网上直播造谣我的事, 我已经报警了。 老太婆的脸上终于有了一丝慌张, 她下意识看向自己的小儿子, 两百斤的死胖子缩在人群里, 不敢冒头。 在我准备删第二个巴掌的时候, 张家人一拥而上, 想把我拦住。 我的同事们在这时发挥出了超长的实力。 他们一边一个个嚷嚷着别打了别打了, 一边巧妙地挡在我和张家人之间, 还有人借着劝架的名义抓住了张远妈的手。 张远妈就算是个经常干农活的农村妇女, 但年龄和体力的差距摆在那里, 我又有健身的习惯, 打一个老太太还是绰绰有余的。 我左右开弓, 在她脸上连扇了好几个耳光, 把老太婆的头发都扯得稀乱, 最后还朝着老狗的腿重重踹了一脚。 张远妈抱着腿在地上哀嚎, 喊着要打120。 别提多痛快了。 120来的时候, 我把乱了的头发往后随手一扎。 该检查就检查, 一样废我掏。 张远妈被120拖走了, 张家人素材也拍够了, 跑了。 我只怕他们闹得不够大, 到时候摔起来不够狠。 领导把我单独叫出来, 满脸都是恨铁不成钢。 小苏啊, 你家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件事已经影响到公司形象了。 公司本来接下来就准备提拔你当部门经理。 现在这是弄的。 我们领导对我很好, 一直以来都是我的贵人。 我跟他如是这般一说, 领导的脸色也绿了。 张远家怎么是这样的人? 他后来叹了口气, 这样吧, 我先给你放一个月的假, 你去把这件事处理好, 位置我暂时给你留着, 但是如果处理不好的话, 你升职就彻底黄了。 我想了想, 领导, 能不能麻烦您一件事啊, 一会儿出去发个火, 让人觉得我晋升黄了。 有人在背后抱我私人信息, 想搞我。 领导看了我一眼, 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你小心一点。 背后的那个女人很快查出来了, 是张远的新女友。 年纪不大, 看起来像是被家里保护得很好的样子。 我约她出来的时候, 她还非常理直气壮。 谁让你这么不要脸, 张阿姨那么好的人, 被你弃成那个样子, 你活该。 你都完全不懂法的吗? 我难以置信地问她, 你知道开合私人信息和造谣是犯法的吗? 如果我起诉, 你是会坐牢的。 那女孩子当场就炸了, 你自己做了什么事, 还不准别人说吗? 张妈妈那么善良的人, 你竟然让她当场给你下跪, 你还是不是人呢? 不就是十八万八吗? 她抬手就把随身带的一个包拿起来, 重重地砸在我面前。 拿走, 这笔钱我替她给了, 买你以后不要再出现了。 我本来还想劝一劝这个女孩子, 别被张家人的话言巧语骗了。 这下可好, 真是好言难劝该死的鬼。 我拿着包站起身, 没理她那个傻逼兮兮的十八万八。 哦, 那祝你和她百年好合, 你俩真挺配的。 我走的时候, 那女孩还在后面叫嚣, 还要多谢你拜金才能把那么好的她留给我。 笑死, 以后有你哭的。 当天晚上张家人的直播就补充了素材, 又有张老太去讨个公道被打, 又有我人品有问题, 被公司处罚, 从而导致升职无望。 从公司角度侧面证明, 我这个人确实有问题。 又补充了张远新女友用钱砸我的场景。 当然, 是没有我没拿钱的那一幕的。 或, 感情那小姑娘跟她们一伙地从里到外。 什么锅配什么盖, 这样也好, 我就没任何心理负担了。 他们的在线观看人数瞬间破了百万。 闺蜜嘖嘖称奇, 她家是真不怕被抓呀, 这会儿还在造谣。 我看了一眼直播间, 张远她妈顶着一张清清紫紫的脸正在哭诉, 下面的网友义愤填膺都要爆炸了。 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女人? 一定要报警, 把钱拿回来。 她家先是开了打赏, 短短几天就收了上百万。 可是贪心不足舌吞向。 我欣赏着这家子上蹿下跳, 在他们开始接直播带货的时候, 把我和张远恋爱期间的花费清单, 包括我为她出的学费, 家里替我买房买车的记录, 以及最重要的, 张远接亲前的那段录音, 和她妈带着人来我家闹的全程视频, 全部发了出来。 与MBSB, 这时候就要感谢我手机常年开启录音模式了。 完完整整地把她家不要脸的电话, 录了个一清二楚。 张远的小女朋友的那段视频当然也不能少。 她当时用十八万八杂我杂得多好横, 就被人骂脑残骂得有多惨。 我做了清晰完整的视频证据放上网, 直接贴到了张远她妈直播间的评论区, 为了方便阅读, 还贴心地制作了PDF版。 网友看得都惊呆了, 在最开始的震惊之后。 反映过来, 自己被骗的网友开始疯狂追着张佳人要钱。 进了自己口袋的钱, 怎么可能还能交出来? 张佳人赶紧删评论, 开始耍赖, 卖惨。 可是已经晚了, 他们的直播间很快就被官方封禁了。 可是还有更多愤怒的网友去线下报警, 举报他们诈骗。 张佳人惶惶不可终日, 变成了过街老鼠。 还有人针对小女友的豪横提出了灵魂疑问。 不是, 她家什么家庭背景啊? 为什么十八万八说砸就砸? 然后就被顺藤摸瓜查到了她爸是张远的上司。 当时就有人去纪委举报了。 到这会儿, 我才终于接到了一直眉眉隐身的张远的电话。 她在电话那头声嘶力竭。 苏静, 你是想让我死吗? 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 对啊, 不然呢? 张远那边明显噎了一下, 她又开始企图跟我打感情牌。 静静, 我们在一起四年, 大家好聚好散, 娇娇她年纪还小, 不懂事, 我让她跟你道歉好不好。 晚了, 我在电话里冲她笑, 张远, 提前祝贺你家人喜提铁饭碗, 还有, 你现在的一切都是你活该。 然后我挂断了电话, 顺带把这个号码也拉进了黑名单。 哪怕张家人疯狂地企图举报我, 他们甚至还企图再重新开几个直播间, 可都在愤怒的网友的举报下迅速销声匿迹。 张远本来就还在试用期, 她家闹出那么大的丑闻, 她自然被开除了。 至于小女友, 这一查不得了, 她家的却有钱, 可似乎财产来源并不太能说清楚。 加上她之前在网上的言论曝光, 一口一个, 我家资产有九位数。 你们这群穷鬼, 一年赚的钱我一天就花完了。 略略略怎么办, 投胎就是技术活, 有种你来打我呀。 笑得非常真情实感, 连带着给纪委的同志 也指明了查处的方向。 官方处理的速度很快, 没多久我就看见了 蓝底白字的处理通报。 张远他爹妈喜提劳饭, 小女友的爸爸开除公职, 剩余违法事实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那些在直播间口嗨造谣的傻逼 我也没放过, 连带着来我家门口颇红油漆的, 每一个都没有逃过我的起诉。 以为在键盘后就不要付出代价。 做什么美梦? 至于张远他爹, 当然不可能放过他。 开直播这种阴间区操作, 一看就是他爹这种 Loser 唆使的。 我正发愁, 没法处置这王八蛋, 想睡觉就有人送来了枕头。 就在这时, 我接到电话, 吴小姐, 你家的房子着火了, 我这才知道。 张远那个一事无成的傻逼弟弟, 竟然一怒之下, 烧了我家的房子, 监控清晰地拍到了他的正脸。 他举着不知从哪搞来的一桶汽油, 打开了我家的门, 从里到外泼了个透, 就在他准备往里面扔烟头的时候。 旺财从家里冲出来, 一口就把这个骨质疏松的傻逼腿上 狠狠咬了一口, 他惨叫着往后坐了一个屁股蹲, 结果因为体重太大腿骨舌了, 还蹭了一身的汽油。 然后烟头就顺着汽油点燃了火, 张远他弟顿时惨叫起来, 像一块芝芝茂油的猪油一样 在地上打滚,惨叫, 然后引发了走廊里的烟雾报警装置。 浓烟滚滚, 119和110几乎是同时赶到现场。 张远他弟烧伤面积还挺大, 整个人烧成了一块黑红的猪肉。 张家人不要脸卖惨剩的那点钱, 最后全被用成了他的医药费。 听说他每天在医院, 嚎叫得像杀猪一样。 最后好不容易出院了之后, 他被判处了纵火罪, 在监狱里和他的爸妈喜相逢了。 但那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 听说张远考工梦碎, 小女友也被家里连夜打包送出国, 他竟然做白日梦, 想跟着一起出国, 被人家爸妈当流浪狗一样打了出来。 他不是没想过来, 哀求我复合。 旺财直接把他咬出了三条街。 傻逼。 他在行业内实在混不下去, 跑外卖开滴滴又吃不了苦, 最后只能灰头土脸回了老家。 至于我, 公司适时放出了对外公事, 我的提拔也顺理成章地通过了。 谁这辈子没遇到过几个人渣呢? 不过没关系, 人渣就该落进地狱, 不幸及时止损就好。 而我, 还拥有美好的未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